MT-44 熱身滑滾桶機 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呢,我要來跟各位介紹我們的 MT-44 熱身滑滾桶機 那我今天呢,會準備我們的布片 以及我們的熱身滑磚用紙 那等一下呢,我已經準備好我們的列印材料 我會跟各位介紹我們 MT-44 的使用方式以及操作說明 各位,可以看到我已經將我們的硬製材料準備好 那首先呢,我先跟各位說 這台MT-44 熱身滑滾桶機 比較常需要用到的客戶有哪些 像我們的成衣廠啊,還有我們團體服 以及會用到一些布料周邊印花的廠商 好,各位,我們這台MT-44 熱身滑滾桶機呢 它總共有四個優點 第一呢,我們可以用滾桶的連續方式去做 我們整卷紙做印刷 以及我們可以用單張紙的方式 來做單張布片的印刷 第二,我們的優點有連續生產的方式 為什麼可以連續生產呢 因為我們上面呢,整卷布下去之後 我們下方有收紙以及收布的方式 第三,我們的優點是什麼 我們體積非常的小 只需要兩平空間左右就可以來操作 第四,我們可以單人操作 你看到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換的時候,我們只需要單人 就可以更換我們的支捲 以及我們的布料 好,以上呢,這就是我們MT-44的四個優點 好,再來滾桶機呢,只需要設定的參數有兩個 第一是我們的溫度 第二是我們的轉速 這樣子呢,就可以來完成我們的熱身滑轉印 那我們今天呢,要測試的是我們眼鏡布 我們已經將溫度設定200度 以及我們轉速設定16.4 對,這樣就可以來做我們的熱轉印 好,各位,我們第一件呢 我們先準備我們的秤子 秤子架上去之後呢 我會使用紙板 將我們秤子先進去我們羊毛毡 為什麼要使用秤子呢? 因為秤子呢,可以保護我們的羊毛毡 我們會直接觸碰到我們的熱身滑的轉印值 對,各位可以看到它捲進去 對,我們讓它先捲進去 有沒有,準備一個紙板 對,我們開始捲喔 我們要先拉繃平 基本上要讓它先繃平 我們才可以開始製作我們的熱身滑轉印 對,好,它這邊捲下去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下方會有我們的收秤子的地方 好,再來我們秤子已經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先準備我們的單張布片 以及我們的單張紙 那我現在來教各位怎麼做我們的轉印 熱身滑轉印 首先呢,將我們的布擺好 我們紙大小 對 直接送進去 那我這個送這邊 好,它就開始捲 那我們這個也一樣 送進去 好,各位可以看到這樣子 我們兩個布跟尺都送進去 那它等一下會從下方出現我們的熱身滑 好 好 有沒有,它已經出現了 那我們等它紙下來 好 可以看到 有沒有,我們的布片已經轉印上去 轉印上去 有沒有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生滑的紙張 以及我們生滑的布片已經完成了 這是我們第一個我們的獅子 從下方拿起來 我們的布片 我們的紙張已經昇華完成了喔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大張的紙 那我布片呢 一次放四片 然後我這有做 我們有做出血 我先拿一張布片給各位看 放水 好 撥上去了 好 那我們看下方的紙 轉硬過的紙 一樣 我們轉硬的布片 轉硬的布片 好 各位可以看到 以上就是我們用捲對捲方式 做熱身滑轉硬的過程 那歡迎各位如果對我們的 捲對捲熱身滑轉硬有興趣的 趕快跟我們預約 來現場了解設備 我們都可以現場操作給各位看 謝謝大家